好的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部分 什么什么が 什么什么は 两个注词 然后后面同意一下 ています 这个句子用法我们一起看一下 先看一下ています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 可以复习一下 用动词て形的います 这个表示动词表达的动作或作用产生结果状态 一直存续的一个情况 一直在持续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ています 好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先用が が是什么意思呢 用が的时候一般是自动词对吧 大家还记得吗 刚才那么多我们反复的练习过程 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个展开 好的 名字が自动词て形的います 就是がています 什么情况 窗户被砸掉了 不知道谁砸的 就是描述这个状态 窗户被砸掉了 还有什么呢 灯开着呢 電気がついています 電気がついています 好 这些例句的都是书画人 如果是去描写眼前的一个状态 对 玻璃被砸掉了 灯在开着呢 描写一个眼前的状态 用动词 用柱子 柱子杆呢 表示动词的动作或状态的主题 主体 理由 第一个句子表示过去的某一时间窗户破了 窗户被砸掉了 破了 现在其状态仍然在持续 仍然在持续被砸掉之后 仍然这个窗户还在破的时候 就是要用 ています 好 这种句子里出现的动词 一般是自动词 自动词 大家注意 这红字都是一定注意的地方 大家好好记住 其中大部分表示的是 动作作用瞬间的结束 パリン 窗户被砸了 这是瞬间的结束 瞬间结束 但是这个结束了之后还在持续 玻璃被砸掉还在持续 这种叫瞬间结束 这种动词呢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被砸掉 灯开上以外还有壞ります 刚才一直练习的 坏了 一个坏了 机器坏了的 壞ります 消除掉 失去了 开 开门的开 人拥挤 人很多 也可以用到的 我们这个一起读一下 窓が割れ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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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状态 状态持续的 被砸掉了这个窗户 电器がついています 那个电脑还在开着呢 电器がついています 有可能他还没睡觉 可以这个时候就用的 可以这个时候就用的 同样呢 如果说过去时代怎么办呢 很简单 用动词的 让我看一下 今朝は道が混んでいました 今天早上路 人体拥挤 那個地方的路 特別人都擁擠 就是現在不知道 今天早上在持續的時候 描述的時候 今朝は道が混んでいました 而且是混んでいました 這個是 が 是自動詞 自動詞 好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名字は動詞 定型 います 這個います呢 看一下 この椅子は壊れています 這個動詞壊掉了 壊掉了 壊れています 這個現在是 現在 現在 わ 不是が 了 什麼意思看一下 將動作或作用的主體 提示為主體 主體的時候 用動詞 わ 提示 主要是提示 強調的意思 這個わ 是 この 用專門 この 意思的 この 的時候 說是這個不是其他的凳子壞了 而是說這個凳子壞的時候 要強調 所以就用 わ 這個句子就是這個意思 讀一下 この椅子は壊れています 就是這個 凳子壞了 那如果不是 就簡單的說一下 很多凳子都壞了 其中就簡單說一下 這個凳子壞就是 この 椅子が壊れています 專門強調的時候 就用 この 椅子は壊れています この 椅子は壊れています 好 這是一個 呂法的解釋 我們一定要在實際當中利用 所以看一下這個圖片 我們一起做一個句子 好吧 窗戶 記得嗎 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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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戴著超市叫スーパ スーパマーケット 所謂叫スーパ超市 スーパの袋が破れています スーパの袋が破れています 這個呢 口子被截掉了 この人の這個人的衣服 服のボタンが 服の衣服的口子 服のボタンが截掉 服のボタンが外れています 衣服脹了 服が汚れています 很簡單 剛才我們練的單單的圓形 什麼時候マス變成 自動詞マス一直練了 免成ています就行了 這個課主要重點就是自動詞的變化 今天如果能掌握就是沒有很大的問題 繼續加油 服が汚れています 停車 車が 用這個現在持續的過程 車在那個停的呢 車が 止まります 不是 止まっています 車が 止まっています 還在這個一直斷的一個狀態 木が 折れています 木が 折れています 好 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剛才單單練的 假如這個 比方書 這種情景 小偷進來之後呢 他是從哪裡進來的 比方說 從窗戶進來的窗戶就破了 然後 書也斷了 報紙也被撕掉 碟子也是 是吧 各種事情發生 我們一個一個這個要描述一下 報警 那時候要描述 對吧 好來一下 これ これ 窓 窓 窓が 割れています すいません 你打電話 窓が 割れています 窗戶被 打掉 窓が 割れています え ドアが 開いています ドアが 開いています ドアが 開いています これ 還知道這個樹枝 樹枝怎麼說 木の枝 木の枝 木の枝が 折れています 木の枝が 折れています 木が折れています どっかいた 報紙 新聞が 破れています 新聞が 破れています お皿 お皿 お皿が 割れています お皿が 割れています 這個呢 這個怎麼說 椅子 椅子が 破れています 椅子が 壊れています 壊れています 壊掉了 椅子が 壊れています 椅子が 壊れています 椅子が 就是這樣說 壊れています 好的 我們再練習一下 剛才都是用 什麼什麼が ています 我們現在用 わ ています 很多情節 この什麼什麼を 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用這個嗎 可以用這個嗎 人家問 我可以用這個嗎 借一下這個嗎 這個時候 怎麼用 この傘を 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この傘を 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他人家說 家 ダメですよ 家 ダメですよ 不行 為什麼 他就會說 理由 その傘は 壊了 その傘は 壊れていますよ その傘は 壊れています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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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一樣的 看 是這樣子嗎 謝謝你 那就不用了 そう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そう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沒事的 沒關係 沒關係 大丈夫ですよ 大丈夫ですよ 後面是一樣的 我們前面 長年練習一下 剛才說的傘 我們看一下這個被子 我可以不可以用這個被子呢 不行 這個被子比較髒 這個情形怎麼說呢 我們一起來一下 この 記得嗎 コップ このコップを使っても いいですか 我可以用這個被子嗎 可以接一下嗎 このコップを使っても いいですか 我慢點說 一起來 等一下 このコップを使っても いいですか 怎麼辦呢 不行 這個被子 ユダさん いいえ ダメですよ 因為是 這個 那是那個 那個被子 そのコップは 怎麼說 汚れます 要變成 汚れていますよ そのコップは 汚れていますよ 汚れていますよ 好 後面都是一樣的 謝謝 謝謝 我們就不練了 所以大家想練 自己練一下 我們主要前面看一下 袋子破的情況 不好意思 我可以不可以用這個袋子呢 一起來 すみません この袋を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この袋を 袋 袋を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いいえ ダメですよ その袋は 破れますよ 變成 破れていますよ その袋は 破れていますよ 重点是 替換練習 和自動詞練習 同時 我們用的和的意思 大家還記得為什麼要用和 和是表示 就是這個眼前的袋子不能用 其他的袋子我都可以見 我不是那麼小氣的 但是就是這個 因為是破了 所以你用 對你不好 所以強調的時候要用和 否則不強調的時候 大家可以用が 袋が破れています 但是眼前的袋子不是其他的 要說強調 就是這個 這就是這個翻譯 袋は破れていますよ 好 最後 這兩個加油 看一下 すみません 我可以借下你的自行車嗎 借下自行車嗎 この自転車を 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この自転車を 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あ 怎麼辦 不行啊 家ダメですよ 家ダメですよ 為什麼不行 その自転車は 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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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大丈夫 最後一樣 最後一個看一下 這個 吸塵器 怎麼說 日語簡單 掃除機 掃除機 すみません この掃除機 掃除機を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用嗎 不行不行 ダメですよ その掃除機 破壞了 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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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 节目 壞了 壞 壞了 壞了 その掃除機 壞了 硬 れない ていますよ そう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いえ 大丈夫ですよ 好 以上就是4.3部分 什么什么が 什么什么は 这个助词 一定注意 同时自动词的用法 加上ています が是普通的时候 は是一个强调 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要用这个 は是强调的时候 ています 用法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